哈萨克斯坦这次暴乱来的虽然突然, 却并非没有深层次原因。 我们第一时间就指出, 因为通胀压力和天然气涨价爆发示威很正常, 但突然跳出大量极端分子,拿着武器搞暴动。 在政府立刻纠偏后依然扩大冲突, 这种情况就必有幕后黑手的策划与组织。 绝非偶然发生。 这次瞬间爆发的暴乱有多严重, 不仅仅是市政府大楼等机构被烧。 根据哈总统托卡耶夫披露的信息显示, 仅仅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暴乱, 就有高达两万名暴徒参与。 而发生暴乱的地方更是多大十几个。 托卡耶夫在讲话中明确表示, 政府已经下令, 可以对恐怖分子在不经警告的情况下开火。 这些暴徒仍然在给国家带来损失, 并向民众开枪。 国家不会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。 这些暴乱者是有组织和统一引导的。 有本地人也有外国人。 由于仍有武装分子拒绝投降, 因此国家反恐行动仍在继续。 政府将对所有破坏行为进行严厉的回应, 直至将他们全部消灭。 托卡耶夫表示, 一些自由媒体和外国人士, 在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中进行了叫唆和煽动。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托卡耶夫的表态。 突然两万名暴徒搞大规模暴力破坏行动, 甚至现场分发各种枪械武器。 这显然是已经秘密准备很久了。 而且在暴乱中有组织和统一领导。 有本地人也有外国人。 还有互联网上的自由媒体。 和外国人士的叫唆和煽动。 这不就是内外组织的街头暴力革命吗? 这不就是2013年底乌克兰的翻版是什么呢? 根据俄罗斯卫星网的报道, 哈萨克斯坦全境已经实施了。 恐怖主义威胁的危机红色警戒。 该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萨金巴耶夫。 召开尔反恐指挥部会议。 反恐行动体制已在哈全国范围内实施。 此前报道称哈萨克斯坦已有超过3000人被捕。 26名武装犯罪分子被消灭。 另有18人受伤。 那么谁是这次暴乱的幕后指挥者呢? 刚刚幕后黑手亮相了。 是流亡在法国的。 哈萨克斯坦所谓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布利亚佐夫。 他过去一直流亡法国。 过去几天一直在法国遥控指挥哈萨克斯坦的暴乱。 不过也有消息称, 他在乌克兰指挥暴乱。 他把反对派的指挥总部设在乌克兰。 通过设在乌克兰的总部来领导这次暴乱, 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指挥总部的电话号码, 并号召暴徒组织者与其联系。 阿布利亚佐夫宣称, 要像吉尔吉斯斯坦、乌克兰、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那样推翻政权, 然后建立像美欧一样的国度。 不过阿布利亚佐夫虽然策划了很久, 爆发力也很强。 但他选错了地方。 哈萨克斯坦这个地方是中俄充分保护的国家, 不可能有失。 所以美国大概要对其失望了。 面对大规模暴徒突然发起的攻击。 哈萨克斯坦政府最初有些手忙脚乱, 甚至有些畏首畏尾。 一方面哈萨克斯坦县政府根本没见过这种阵仗。 最初反应明显有些迟钝。 另一方面这种事的发生, 显然背后有大国在支持。 哈萨克斯坦作为小国, 在没有得到大国支持的情况下, 政府的反应往往是保守的。 但是在哈萨克斯坦问题上, 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应都非常及时和给力。 这也使得哈萨克斯坦政府在稳住心身后, 立刻采取了对暴徒的强硬打击措施。 相比2013年乌克兰的街头暴力革命, 这次俄罗斯的反应可谓是神速。 因为哈萨克斯坦是吉安组织成员国, 所以俄罗斯及吉安组织盟友们, 立刻采取军事违和行动, 没有任何法律障碍。 这或不就完全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对局势的判断。 譬如同样是吉安组织成员国。 亚美尼亚政府因为换了亲西方政府得罪了莫斯科, 结果丢了领土普京也没出兵。 但是哈萨克斯坦则不同。 哈萨克斯坦属于俄罗斯的亲兄弟, 地缘上也更为重大。 普京绝对不会允许再出现乌克兰式的被动。 2013年乌克兰的局势, 俄罗斯没有出手, 导致了后来的战略被动不会在哈萨克斯坦发生。 当然相比哈萨克斯坦属于吉安组织盟友, 俄罗斯出击乌克兰在法理上的支撑也不够。 俄罗斯这次非常果断。 暴乱发生后立刻决策。 派遣了3000名维和部队士兵。 另外白俄派遣了500人。 塔吉克斯坦派遣了200人。 吉尔吉斯斯坦派遣了100人。 亚美尼亚派出了70人。 两天时间俄罗斯动用74架次运输机。 向哈萨克斯坦投送了散兵战车、装甲输送车。 散兵、特种部队和电子战设备在内人员和装备。 正是因为短时间内这么大批的军事支持。 哈萨克斯坦才有了这么大的底气。 也有了维护稳定的能力。 在这些正规矩面前。 两万暴徒就是渣渣。 支持哈萨克斯坦的可不止俄罗斯。 中国的支持同样很给力。 1月7日。 中国最高领导人向哈总统治口信。 口信内容非常给力。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稳定。 威胁哈萨克斯坦安全。 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平静生活。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趋意在哈萨克斯坦制造动荡。 策动颜色革命。 坚决反对任何破坏中哈友好。 干扰两国合作的企图。 作为兄弟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。 中方愿尽己所能向哈方提供必要支持。 帮助哈方渡过难关。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。 中国都是哈萨克斯坦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以众的伙伴。 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哈萨克斯坦人民站在一起。 中国的系列坚决反对和强力支持的表态。 实际上已经意味着。 哈萨克斯坦不可能发生乌克兰那样的结果。 俄罗斯和中国一起发力。 任何力量在哈萨克斯坦也无法立足。 哈萨克斯坦的安全稳定。 关乎两个大国的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。 暴乱势力背后就是站着整个西方。 也不可能在哈萨克斯坦翻起大浪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。 中俄联手。 哈萨克斯坦的大局已经定了。 不久后就会恢复秩序。 很多人说。 为什么出手的不是上河。 哈萨克斯坦的局势现在根本用不上上河组织。 因为有更加紧密的结安组织。 若非遇到重大困难。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不会主张上河出手。 但是上河组织也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支持力量。 一旦需要,上河组织也可以立刻出手发挥积极作用。 在这件事情当中, 美国显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。 现在虽然还不能明确, 美国到底在这次暴乱中发挥了多大作用。 但显然是有美国的支持在。 然而这样的支持对美国的国家信誉可谓是重大打击。 这种打击主要基于两个方面。 一,美国到处搞暴力革命不得人心。 是想哪个国家的政治家希望自己国家乱。 只有那些代表极少数人流亡西方的人, 才会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收买。 扮演颠覆自己国家的奸贼角色。 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希望和平稳定安居乐业。 美国现在这种世人皆知的搞破坏形象。 最终破坏的是美国在全球的气场和威信。 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惧怕美国。 但还有几个国家服美国呢? 还有几个国家认为, 美国民主代表着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呢?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在成为极少数。 二,美国实力衰落已经深入人心。 不但从阿富汗狼狈逃窜。 现在搞颜色革命都搞不动了。 无论是在所罗门群岛还是在哈萨克斯坦。 颜色革命都将以失败而告终。 美国到处干坏事的不得人心。 和实力衰落的深入人心。 再加上美国民主政治走向崩溃。 这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。 每一次美国参与的不良事件几乎都面临失败。 而这种失败每一次都在打击着美国的影响力。 很快普败会又要开始了。 相信这一次会晤后, 普京还会有大招要发。 拜登等着接招吧。 拜登等着接招吧。